美俄博弈不断加深是公开的秘密,各种激烈碰撞让外界十分的担心。 其实大家更为担心的还是美俄这两个核武器大国的核武器管控问题。 普京已经在公开场合十分强硬的指出,当俄罗斯遭遇导弹袭击的时候,俄罗斯实施核反击是完全合法的。 很显然,普京已经十分强硬的向外界表明,攻击或者袭击俄罗斯那是十分的危险的举动。 根据报道,普京在发言中直言,袭击俄罗斯将会让袭击者失去反悔的机会。 虽然俄罗斯很强硬,但是俄罗斯还是在继续履行与美国监署队的中导条约。 据纽约时报10月19日报道,特朗普为了确保绝对的威慑能力, 绝对的军事报处地位,决定做出一个让全世界感觉紧张的决定。 那就是退出一个已经运行了30年的条约,也就是核武器控制条约。 公开资料核置这个条约是美俄之间签订的确保核武器以及相应的弹道导弹不扩散的安全性条约。 根据这个条约限制,美俄都停止了公开的大规模核武器试验, 并且都没有装备射程在500到5000公里之间的陆基中承担到导弹和巡航导弹。 毫无疑问,美俄之间签订的这个条约,对于世界安全,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现在特朗普出于绝对霸权需要,要再次退群,并且这次退群还是十分的危险的一次退群。 或许特朗普退群仅仅会国际社会相关利益造成损害,这次直接威胁到了世界的安全。 美俄是世界上核武器存储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 公开报道可知,美俄两国的核武器能够将地球毁灭很多遍。 一旦美国退出条约,大肆发展和武器和相应的弹道导弹,那么就意味着世界处于了一种极度不安全的状态之中。 专家指出,特朗普退群已经不是稀罕式,但是特朗普的这次退群却十分的危险,给世界安全带来了极大不确定性。 俄罗斯卫星网评论指出,美国一意孤行刺意退出已经运行了30年的美俄中道条约,显然让世界十分震动。 俄媒分析指出,美国此举显然是要置世界于不安全的境地,让人类陷入一种核危机之中。 伊朗世界报指出,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导弹研发说三道底,对其他国家核武器研发实施零容忍,但是自己却主动退群摆脱核武器发展限制,显然是贼喊捉贼。 许利亚阿拉伯通讯社20月20月评论指出,特朗普退出美俄核武器防扩散条约,显然是在进行危险的准备,世界上所有国家必须团结起来抵御这种风险。 不顾世界安全,特朗普在退群,核武器不扩散条约被废弃,这将导致人类遭遇核武器袭击的风险大增。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